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想把他的所有的知识全部灌输到你的大脑里 写上一句话 教育的最高境界是唤醒 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你的老师 佛在心头莫远求 银三之在如心头 如果这个东西你本身没有 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学会 你之所以能够学会某一个技能 是因为你本身就有 那是你的本能 只是你把它忘了 小孩都是通着的 什么都会 但是长大以后被世俗的这些知识 把你给禁锢了 把你的思维给你封闭了 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教育 把我们人的思维固化了 让我们有了很多障碍 让我们认为很多事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说很多小孩是通偷的呢 在小孩的思维里面 有没有色限就回事 有一次我的孩子带他去游乐场 刚上车不到一分钟 爸爸什么时候到 我说最少半个小时 能不能下一秒钟就到 他妈就笑了 怎么可能下一秒钟就到呢 我说我不管 我就要下一秒钟到 你相不相信内来有可能真的 现在半个小时的车车 一秒钟可能到你信不信 在中国已经建立一个什么车 知道吗 叫做胶囊高铁 像子弹一样 那个高铁是真空的 你知道吗 直接射出去 从上海到北京 现在坐飞机都得飞好几个小时 对不对 你坐这个胶囊高铁 现在撤出来的 从上海到北京 大概是25分钟左右 未来会更快 未来就是10分钟 如果时间推迟到100年前 你跟一个人说 我从中国要去英国 我靠什么坐轮船要坐好几年 我说不 我就要8个小时 10个小时就到 你会觉得天文电台 今天实现了没有 几百年前的小孩 看到天上有个鸟在飞 跟他爸爸说 爸爸我能不能以后也像鸟一样在天上飞啊 爸爸觉得不可能 今天人类实现了没有 不但我们人类可以在天上飞了 而且我们比鸟飞得更高 更远 听懂得举个手 所有的发明家都没有设限 但是我们普通人的思维全部被自己怎么样了 设限了 记住 这辈子只要是你能学会的东西 就证明你本性就有 大师是为了唤醒你体内的原本居住 不是为了交给你什么 因为大师知道 我根本就不可能交给你东西 因为你本性就有啊 周老师念心经念了很多年 我一句搞不懂心经到底显得是啥意思 特别是另一句 无知亦无得 亦无所得故 我靠修炼到最后的结果 什么都得不到 我还修炼干啥 后来才知道 为什么说无知亦无得 亦无所得故 因为你原本居住啊 所以佛祖才在这里经文里面讲到 只要一个人开路了 从此案到彼案了 你突然发现 你什么都得不到 你之所以什么都得不到 因为你本身什么都有啊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群聚首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现场的十号同学 这就是大师的经济 换句话讲 瞬间你就明白了 如果一个演说家能够做到 平静如水 台下轻轻重心中波澜壮阔 就证明他们 他已经进入什么为止 雷伟到来后面画个镜头 写两个字 大师 来继续 颠倒众生呢 我记得多年前 有个老师跟我在一起合作过 周老师你看我 我每一次 不管飞到哪个城市 我的这帮弟子们 全部跟着我听歌 我到哪里都是鲜花 车车 车接车送 都几百地子接 我的弟子上了一场又一场 连续上过几十场 场场都不落下 我飞苏州去苏州听我讲 我飞上海去上海听我讲 我飞南京去南京听我讲 我真的去跟他们弟子沟通了 我真的 那些弟子真的就为了听课 啥都不干了 你知道吧 就天天跟着他老师讲 我问他 我说你听的是同样的内容 你为什么还要听呢 我们就愿意追随老师 上天呀 大地呀 没到一年起也倒闭了呀 我说你他妈这么人 是祸害人 你知道吧 你把人全带偏了 我的弟子 如果天天上我的公开课 是不是会被我骂的 你知道吧 问你怎么天天来上个干啥 你都上过课了 你还来上个啥 赶快回去落地呀 我不跟你开玩笑 只有演说知道 一年开一次 弟子来复训一次 其他的课证 根本不允许他们上公开课 我根本就不允许弟子 天天来天天来天天来 记住上课的目的是 回到家把企业做得更好 而不是迷恋哪个老师 来不给他捧个唱 听不得举个手 不开玩笑啊 对了各位 周老师去任何地方 我的弟子要接我 我说不要接他 后来就是他们就 买通了我的助理 他知道我去 啊闲话 我说不要 我不喜欢这样 我很讨厌这样 不是说周老师 没有人情世故 就是很简单 咱们哥们在一起 咱就当成好朋友 不需要那种 我不喜欢那种虚的 因为我不希望你迷恋我 你记住 你一旦迷恋上的一个东西 你就拿它 你就上台自我了 听我的几个手 我更希望的是 你们把老师 当成一个工具 你转身超越我 你转身使用我 让我为你们所用 爱老师的表现 是超越老师 不是迷恋老师 更不是追随老师 行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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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因为 哈哈 你根本不只是